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置提名委员会 由谁来审核将来的独立董事的名单 应该要有一个独立超然的提名委员会来做审核 第三 董事会成员要多元化 除了刚刚讲的三思以外 能够尽量容纳不同领域的专家来加入董事会 而且这多元化的资讯要充分揭露 他也没有善尽这个独立董事的职责 他在董事会的发言也没有符合股东的期待 这都是我们希望在公司治理3.0能够做到的 另外除了强化董事会的职权以外 我们希望推动这个公司设立企业风险管理委员会 而且要有其他功能性委员会的评估 你到底表现得好不好 第三个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 要多元化的董事要进修 你除了职权进修在职进修更重要 第四扩大公司治理主管的设置 公司治理主管就是董事会跟营业部门 一个沟通的最好的材料 这叫公司治理主管 在香港叫做公司秘书 我们国家叫做公司理主管 第五希望新贵公司能够投保董监责任选 因为董监责任这么重 但是新贵公司目前还没有全面实施董监责任选 所以希望他能够全面实施 那至于强化独立董事跟 审计委员会的职能跟独立性部分 那我们也希望在公司理3.0 今晚希望推动 如果独立董事怕他做太久 缺乏独立性 所以说过半数以上的独立董事 他的任期不要超过三届 第二个怕有的独董跟审计委员会 不知道如何行使他的职权 所以希望订定一个行使职权的参考翻例 第四个第三个就是每一季的财报 要经过审计委员会的通过 目前是只有年报要审计委员通过 将来希望每一季财报都要审计委员通过 第四个强化独立董事独立性的揭露 你这个独立董事也没有达到独立性 譬如说你也没有收你固定报酬以外的报酬 跟公司收受 如果有这样的报酬 可能你就失去独立性了 我们也希望在年报里面能够充分揭露这样的职训 让他了解独立董事是确实很独立的